哈啰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我们今天就谈一谈《易经》第三十卦 离卦 离卦 你从它的卦象来看 上火下火 非常好 一片光明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的人把它解释成为罹难 就是不好的卦 其实《易经》第三十卦 你要从它的哲理来判断 从它的哲理上来判断 外面是火 里面是火 两把火是很艳丽 很漂亮 非常的吸引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火要继续燃烧的话 需要什么 需要支援 所以这个卦在跟你讲 强调什么的重要性 不是表象的重要性 而是强调你内在 需要维持表象的东西 这叫衣服 衣服 以前的读书人 以前的读书人 只有两个途径嘛 学成文武艺 获语帝王家 你读了宝读诗书 你要干什么 有自我娱乐可以 第二个考取公民嘛 你还是要把它卖掉啊 这个为什么叫衣服 这两把火 那么旺 你要靠什么东西存活 一定要有一个人 不断提供你一些物质 这个就是衣服 懂不懂 所以再好的人才 你一定要有一个背景 你没有背景 没有衣服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算什么 你什么都不是 易经 为什么我都觉得 非常好可以向世界上推广 因为它真的是我们中国人 整个文化的精髓啊 看事情不是看表象啊 你以为我很漂亮啊 你看一个小姐长这么漂亮 出门有被你的 然后每天做SPA 手上珠光薄气 对是很漂亮 到此为止 你有没有在探讨 更深层的问题 他每天花费的钱 谁来提供他 而且是提供你被子 这个就要做衣服 你看人的时候 不要看表象 要看他后面那一块 你看不到的才是恐怖啊 易经只有两个字跟你讲 离微活 就是活活 但是为了这个发音好听 叫离微活 离就是心脏嘛 外表他就是眼睛嘛 眼睛在眨 就两个眼睛而已啊 你想想看各位 易经有没有讲得很精辟 所以你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看表象 表象是不足以解释一切的 你要看他后面的来头 你要说这个人来头不小 懂不懂就要讲这种东西 衣服的重要性 你要大红大直 当然你本身的条件要够 你本身的条件 然后有机会 最重要 你还要有贵人 这个贵人就是你的衣服 千万不要过而拆强 相信你 千里马常有 薄乐不常有 千里马常有 薄乐不常有 哪天你碰上薄乐以后 你飞上枝头当梦王 你一定要饮水思源 当时是谁给你这个机会的 你要永远记得这个 没有这个人就没有你 没有A就没有B 当然B也要够优秀 但是我跟你讲 优秀的人太多太多了 多如过疆之际 满天的麻雀啊 都太多了 你是让他感恩那个赏识你的 再跟你讲义务 今天这个挂我们就讲到这里